大家好,歡迎收看耀材證券和諮商所合辦的節目 下半年的外匯求資最新部署 在這裡有我Marco和身邊的嘉賓皮亞斯 Hello 皮亞斯 接下來就快和我們攪拌大型的講座 給你一個機會馬上講一講 很開心 接下來是10號,即是下星期六 即是六的下午有個實體講座 很榮幸你公司邀請我幫忙講一部份 希望到時可以在會場見到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今集的觀眾可以在我們公司的網站做登記 我們先不要逗得太遠,回到今集的主題 今集最重要是講外幣 我見你看外幣,離不開一定要看美匯指數 現在六月份,五月份下半個月基本上 美匯指數都是強勢的 反過來其他的貨幣,對美元來說 相對性來說就比較弱勢 近期美匯指數就開始略為弱一些 其他貨幣就弱一些 剛剛在這個轉捩點 你就來為我進一步講解 究竟美匯指數是否已經玩完呢 其他貨幣是否已經見底可以彈上去呢 交個波給你,跟我們去講解一下 今集 謝謝Marco,今天這麼精彩的介紹 我們講一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都要講一個聲明 稍後講的投資產品裡面 牽涉了一些是期貨產品來的 期貨產品是有槓桿的成份 所以無論利潤或虧損都會有機會佩戴 所以大家要去做投資之前 都要做一個審慎的行股自己的場務狀況 有需要就找一些專業的理財官 幫你研究一下 而今天的內容不是一個投資的建議 不是建議勸勉 只是一個價格的用途 大家如果有需要就拿來研究一下 做投資之前自己都要下功課 雖然來了很多次 但循例都要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Piers,我叫譚家康 有朋友叫我做皮亞斯 我現在工作就是做一個 投資管理的工作 今天就是以資商組客席港師的身份 今天來跟大家做分享 我自己的投資經歷就由大學開始 當時因為讀金融的關係 所以就開始追深投資世界 其後就入行 中間就做一個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崗位 我自己深信的投資理念 是一些基本因素 配合一個宏觀經濟的分析 做一個投資 我會掌握不同的產品 希望今天的資訊會幫到大家 今天的PowerPoint的內容都比較多 如果大家對我的PowerPoint 是覺得幫到手的話 歡迎到我的Facebook 留個訊息給我 我會分享給大家 你打算要回到今天6月2日的PowerPoint就可以了 剛才Marco也在說 美金會不會玩完 美金其實這段時間 主要的聲勢帶動 是來自於息口的帶動 它現在的加息速度 是歷史以來最快的一次加息過程 在這個過程之間 就令到衍生了很多問題 之前上幾集都說過關於銀行的問題 銀行之前有四家銀行倒閉 這個情況都是同樣地由加息這麼快 令到它衍生的問題 現在美金加完息 聯邦儲備的加息 已經加到五里二半 而歐洲央行都三里七半 英銀行四里半等等 其他央行都緊隨其後 有些澳洲都有三里八半 大家開始已經扭曲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媽跟我去做外幣定期的時候 就說一定要買高息貨幣 澳柳價 澳柳價都不及美金的息這麼高 不同時代 就有不同的經濟現象 我們都很難一個理論 蓋上永遠的投資 接下來加不加息 我們後部份會有最新的更新 跟大家談 剛才說過 美金好像這附近的美金 是否轉弱 是否玩完 其實美金現在的趨勢 是去到現在大概104的附近 波動是很少的 反而我們看看其他的貨幣 會不會有機會做強些 令到將美匯指數拉下來 因為本身現在的息口都是強勁 所以很難突然間要它跌很多 你見到過去這個 是全年投資金的一個投資表現 你見到美匯指數 其實去到現在是一個中油的位置 前兩個月是比較差 當時市場在炒 就是3月份的時候 就炒 接下來有機會會減息 就是因為銀行危機 大家覺得經濟不好 炒經濟衰退 這個概念就講了 整整個第二季都是講這個話題 但都沒有了美金的上升 你見到英鎊 瑞典黑浪 歐羅那些都慢慢跌下來 下面最低就是日圓 日圓大家都知道 因為它就算換了日本央行行象 仍然都是繼續維持著 或者一個U-curve control 即是支出的局限 即是等於繼續防水 雲雲國家 每個人都加息 你不加息 自然就比較差 所以就是這樣 我們繼續看 在這個美元強勢之下 其實美股指數是直接做好的 即是經常都說 它會加息的話 不是應該NASDAQ很差嗎 但其實NASDAQ 其實現在是year-to-day升30% S&P是7% 道指比較差一些 升0.86% 主要都是因為它比較多銀行業的成份股 因為30隻成份股 銀行金融板塊佔不少 而金融板塊就是之前三月份的重在區 所以表現相對比較差 什麼時候見頂呢 我們就有幾個Dimension去分析這件事 我們做一個外匯分析 其實外匯是一個宏觀經濟的一個題目 你對這個宏觀經濟的了解 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在外匯裡面找到一些趨勢出來 當然外匯的趨勢就不像股票 一零升很長時間 就像Amazon那樣升很多很多 外匯其實始終是貨幣 貨幣是反映了實際的流通上面 它在市場上的需求 它有一個作用 是做貿易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你會覺得 外匯主要都是區間為主 動來動去好像有多少 好像說美金很弱 100 優勁104 其實是幅度很小 這個就是這個投資產品的特點 你要去 你要去 要有個想法在這裡 你不要想著會升很多 當然你好像Yen那樣 現在長的趨勢 但這些不是很多有這些 那麼長的趨勢 普遍都是Range為主 我們看這個我會分析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架構 這個架構主要就是看它 看了它實際的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離不開都是那些 大家經常聽過的 就像利率 剛才說了 當然是說失業率 失業率就反映經濟當地的就業狀況 大家是賺到錢 賺到食 賺到食的自然會花錢 花錢就有推動經濟 在哪裡反映到的數字 就在國民生產總值會反映到 還有其他的數據都有 不同國家 我們去分析它 其實會看不同的數據 因為不同國家 賺錢的方法都不一樣 我們稍後會有些例子 因為不同國家 即好像美國 它是消費主導的 以發展國家 有些國家 就是以出口主導 因為它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透過賣一些天然資源 甚至好像菲律賓 菲律賓是一個出口 不要用出口 輸出很多外勞 給不同國家做用工 香港很多家庭都是菲律賓姐姐 湊帶 他們的組成 透過這個元素 去賺外匯 支持國家 好像泰國 很多時候都有去旅行 去旅行 旅遊要撐住它 所以分析每個貨幣 都不是每個國家都用相同指標 都要深入去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組成 去做自己的分析模型 當然除了這些經濟因素之外 因為自經經濟因素不是每天都有 多的一個月一次 少的一季一次 市每天都開 又開24 外匯經常都說 就是全球最大的家庭市場 以及它的家庭量很大 中間有些什麼呢 中間就有Marco最厲害的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那些就是 我們在分析外匯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亦有些情緒的 我想市場的感受分析 可能是看期權 也可能是看波幅指數 大家去看 在外匯市場裏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參與者 我們現在剛才說 就算現在看這條片的觀眾 他要參與的 你參與就是在參與期貨市場 期貨只不過是其中一部分 其實外匯這麼大 就是被譽為最大的 交易量市場 他有些什麼人參加呢 當然有些投行 也有些零售銀行 例如我現在今天要去日本 我就去私資銀行 拿一些日圓 去到先洗著 去到先再唱 零售銀行 它就扮演的角色 就是在處理外匯 也有些公司 我做海外生意 就好像我們現在 我今早看 Starbuck 就說 因為中國的零售銀行 所以對於它 潛在業績不好 為什麼這麼大影響呢 因為中國是很主要的市場 它賺外匯 即是我在中國賣完杯咖啡 然後賺完錢 搬回美國 所以那些都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會這麼大的錢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世界 是國際貿易的 所以就衍生到這麼多 當然我們作為投資者 其實在市場上面 其實是比較小的份額 實際外匯 還有很多機構會運用 加益時間很長 其實簡單說 在外匯加益裡面 最活動的ROS 一定是未估的時間 就會最活動 即是大家吃完飯 看完外匯加之後 那段時間 開著機器去炒外匯 就應該最有波動 8點至11點的時間 大家要看的話 就是那些時間看 大家講來講去都講美金 其實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美金 現在市場上面 這個世界最多貿易的流通貨幣 我們前幾集經常講 金油那些 都是全部用美金計價 所以為什麼它是有這麼厲害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都認可這個 currency 第二就是歐羅日圓 然後英鎊 然後人民幣 澳洲紙漏加元 我們經常講美匯指數 知道一點歷史背景 讓大家講的時候 分析的時候 就會容易一些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都有謬誤 就是覺得 一個美匯指數可以代表 所有貨幣的影響 都會有影響 其實就不是的 一講大家會記得 先講背景 美匯指數其實是1973年3月出現的 之前二次大戰的時候 美金就大幅貶值 也經歷過貨幣危機 其後很多西方國家都取消了固定匯率的措施 用浮動利率 其後就在1973年開始出現了美匯指數 當時100 它定美匯指數是甚麼呢 就是將它最主要的貿易夥伴 擺在一起 當和那些夥伴的外匯的變化 就會以百分比去影響指數 其實這個美匯指數有幾種貨幣組成 有歐元、有日圓、有英鎊、有家圓、 瑞典、黑浪、瑞士、法浪 有不同的比重 下面的方法 有興趣的自己計算一下 是可以計算的 很簡單 歐羅漸最多 所以我們經常分析美匯指數 我剛才說會不會見頂 會不會回落 其實反而看看歐羅會不會有好消息 歐羅有好消息 美金會不會回落 情況是這樣 然後就是日圓、英鎊、家園 瑞典、瑞典、瑞士、法浪 有很多人以為澳子、柳子會有影響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它不在裏面 而且經常說 其實它經常貿易夥伴是人民幣 為什麼人民幣不在裏面 這也是個問題 因為1970多年貿易夥伴 中國當時都未經濟起飛 所以這個情況 這個指數不能夠代表所有東西 剛才也說到的缺點 就是因為你分析了一件事 它不代表 加上我們現在 人民幣沒有說 澳洲錢沒有說 露布等等的 currency 都沒有 另外就是 美金是儲備貨幣 所以在此刻也是 加上俄污戰線之後更加是 因為俄污戰線 貨幣那麼厲害 貨幣那麼厲害 貨幣上都是跟你的拳頭有關係 今次打仗 看到美軍的軍備其實很好 所以接下來 美國的軍備應該長做長有 對於美元的霸權絕對有幫助 說到這裡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分類 讓大家去認識貨幣上輕鬆一點 我們今天的兩個category 第一個就是用商品貨幣 第二個就是避險貨幣 商品貨幣的意思就是 那些國家其實是 在地上挖到什麼 買出來給你 那些就是商品貨幣的國家 它出口貨幣的 那它出口貨幣的時候 你用什麼錢 你就會賺到你的外匯 所以他們的商品 有沒有人買呢 市場旺不旺呢 經濟好不好呢 對於貨幣的走勢 就非常之大影響 就有澳紐加 那家園就出鈾 澳洲紙就有礦石 有鈾 有鈾 紐西蘭園就出棉花 牛奶那些的製品 那麼 避險貨幣就有美金 日圓 瑞士法郎 有時候 這個避險貨幣 在這幾年 如果用避險的概念去炒美匯 或者這樣去看 其實都好像不太準 因為這段時間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去影響市場 有時候就 就是你有個概念 這個是一個避險貨幣 但不是always 一有避險 美金這三個貨幣都一定會升 今天有三個主題 大家輕輕帶過 時間都不太多 第一個就是 中國經濟復甦 不是不如理想 不如理想的時候 那有什麼貨幣 是會有一個趨勢可以觀察到呢 第二個就是 俄烏戰線會提前結束 主要就是我想分享 關於歐元的一個看法 以及會不會加息 美國會不會繼續減息 這兩天 昨天和前天 都是出中國的制住業的數據 最早有PMI 有個官方出了 前一天 比較差一些 48 昨天的財申就OK 去到50 50即是打和 即是無上無落 在背景之下 其實市場本身不是這樣看的 即是我們在第一季 當日我們國內 就脫離了這個清零政策之後 大家都覺得 可以了 即是大復甦 大復甦的預測是怎樣 邏輯是怎樣 就是看到西方有個報復式消費 有報復式消費 他就說 不同地方只要開回 就會報復式消費 所以這一個 是一個 覺得應該不同的經濟體 都會發生這件事 但這件事 就不似預期 當然有很多人去解釋這個情況 有些人就解釋 中國你要製造業的 製造業 我的客人窮 他買不到那些東西 我便經濟不好 你買多些東西 我做多些東西 經濟好些 有些人這樣理解 有些人說 其實做生意 為何不增長 企業本身做生意 要有本 要有資本 過去這幾年抗疫的時候 中國其實是沒有派一些福利 即不用派錢的形式 給市民去抗疫 歐美那些不是這樣 無限印錢 無限派給你 然後每個人拿福利 坐在那裡 更多個打分工 這樣的狀態 所以其實他們 去到結束抗疫的時候 戶口還有錢 有錢 還有一角 所以在整體的經濟復甦上 就會容易處理 中國人見過 之前幾年都有些困難 審慎理財 電話都會小報 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所以都會衍生到 復甦的過程會比較慢 因為大家的習慣都不同了 現在這段時間 你回到國內 最多的是外賣 大家已經習慣了 生活模式已經習慣了 每個人都叫美團 點完餐送上去 製造業的不好 就會複色影響到其他行業 這個圈 中國有什麼方向 當然是想找外商再投資 外商前一輪 都有一些中國大好友 美國的中國大好友 去過大陸走一轉 例如Ray Diallo Ray Diallo 他寫了書 寫了一本唱好中國 說中國如何成為下一個世界的帝國 意思是replace了美國 做一個權力轉移 在這個背景之下 其實帶他回去 去完旅行之後 就開始賣中國股票 行動跟他說不一樣 另外Jamey Diamond 當代現在最紅的帝國 他接下來會來中國行 上一次19年來 現在再來巡視業務 他說得很慷慕 說中國有好有不好的時間 這些都會出現 來到你的地方 難道說你不好嗎 但之後他的行動是怎樣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現在這段時間 中港的JVMorgan 都是在炒人 你可以說是全球 scaledown的問題 未必是針對中國市場 我們就可以密密看他的佈局 會否請多人 或者怎樣 我們再觀察他們的看法 引指下來 在中國經濟最受影響 我會選擇澳洲子 澳洲子是發達國家 出口國家剛才說過 而經濟體系 2022年全球是排第14個 及四大經濟體系 最主要是出口鐵 出煤和石油 大家都聽過 那時澳洲和中國 在政治上有些矛盾 當時就不進口澳洲煤 為何一定要買澳洲煤 澳洲煤的質量好 所以很快就可以提升到 這個炎點令到可以煤到鋼 這些不是所有煤都可以做到 所以它最主要出口的地方 就是附近 就是亞洲國家 當然中國就是佔最大部分 中國經濟不好 在製造業上面 未復甦未如理想 你看到澳洲紙同樣地 都是滾下來的 我馬克奧 5月2日當日 就加息 但其實都 只是升了一轉 升完之後 都沒有破頂 然後滾下來 反映和中國的經濟狀況很貼近 這個同價呢 同價都是同樣地向下 第二個主題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澳戰士可不可以提前結束 上次來說 就是他在籌備做大反攻 現在真的出現反攻 在這場 2022年的2月到現在 從來都沒有試過 有些機炸彈、飛彈 飛向俄羅斯境外 但現在已經開始是這樣的了 還說紛紜 誰打得好些 看到有很多架 烏克蘭的無人機 飛去俄羅斯境內 去轟炸 之前炸了一些富豪區 其後會怎樣發展呢 我們繼續看 很明顯看到西方的武器很多 俄羅斯有平民有船商 也會炸一些軍事目標 像煉油廠等等 這一架就是那一架的無人機 這個機款 我經常覺得無人機好像是DJI 這個樣子跟我想像有點差距 當然 近期 在歐元上除了打仗之外 歐洲的經濟數據都是一般的 在製造業上明顯有個下跌 但是歐洲央行都說 拉加德都說會繼續加息 這些都是在底下影響著它 如果這場戰爭會很快結束的話 相信它會有一個反彈 現在的趨勢你能看到很明顯的 就是3月份的一個支持位 大概1.0562的位置 石油都跌穿了 這些是布蘭特旗油 天氣 好 爭取時間趕快一點 美國會不會加息 其實我次來講 其實觀看都沒有什麼改變 我是覺得它會繼續加 只不過會加慢一點 我們可以看看債息的走勢 債息其實3、4月 你見到3月的時候急插下來 兩年期由5厘 樓上去到3厘8厘 接著在3厘8厘附近整股 之後再上來 現在就去4厘3的位置 10年期同樣差不多的圖案 都是3月份見的頂 接著現在滾下來 現在上去 剛剛那個頂是3厘8厘 未至3厘9厘 總之會有很多 未必會 總之這個trend就是這樣走 這個和今天已經有少少不同 利率期貨的走勢 利率期貨的走勢 其實今年上落很大 我們幾次 上一次來講講座 其實市場已經是說 年尾是減75點止息 即是已經是家園最終止息 現在開始又預示 價值會加息 加25點止 現在應該是 今個月是不加息 多於加息 今天和昨天已經不同了 去到12月的時候 預計大概是4厘7.5厘至5厘 即是跟之前講的4厘2.5厘 已經有一個差距 7月份是預計會加磁息 今次今個月 即是今個月加一個 要是下個月加 總之到那個時候 應該會變成5厘2.5厘至5厘半半 我們剛才講的利息的預測 其實你見到官員上面的看法 其實都是偏英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出來講 加上近來的數據幾好 即是你見到就業數據 剛剛出了那個招聘的職位 招聘職位是上升千萬的 上升千萬的 其實那個是過去幾個月 是緩緩的下來的 整千萬是很多的 即比歷史高位高很多的 接著就緩緩的下來 現在又再次上升 其實是很支持聯邦儲備局 所以我繼續去加息 但你見到他 百可義出來講的會後聲明 都會提到 即是會提一下這些 提一下這些 提一下一些 提一下這些 提一下這些 提升的情況 在我的角度 只要經濟不太差 繼續維持著一個 高利率的狀態 其實對美金都是有好處 全球的錢都會流回美國 所以我只是覺得 他不會加得慢一點 但他還是會加進去 繼續講 講一下這個產品 先來就是一個歐元的產品 歐元的產品就是 一張合約12萬5千歐元 是美金計價的 最少就是6.25 最少動作就等於6.25 就是0.00005的歐元 就等於6.25 它就是一個實物交割的產品 未來6個合約月 未來20個36912月都可以做交易 在日圓上面 就是6J 日圓就是1250萬日圓一張合約 美金計價 動作0.00 少數後 6.0 然後5就是等於6.25 美金 實物交割 未來6個月有交易 未來20個36912月都有交易 澳洲 合約 澳洲指的合約 就是6A 10萬澳元 一張合約 美金計價 0.405 就是最少動作的 就是等於5元美金 也是實物交割 未來6個月有交易 未來20個36912月都有交易 到英鎊 英鎊 就是62500磅 就是美金計價 最少動作的 最少動作的 最少動作是0.0001 就是6.25 這個 就是實物交割 未來6個合約 未來20個36912月都有交易 那 加元 10萬澳元 加元就是一張合約 這個 最少動作是0.405 就是一個 Ticket Size 就是5元美金 實物交割 未來6個月有交易 未來20個36912月都是有交易 那 瑞士法郎6S 就是 125000 瑞士法郎 美金計價 0.405 就等於 6.25 美金 實物交割 未來20個36912月 都是有交易 那 柳元 6N 10萬元的 柳元 美金計價 0.405 就等於 5元美金 實物交割 未來6個36912月都有交易 那 瑞典黑朗 200萬瑞典黑朗一張合約 美金計價 0.401 就等於20元美金 未來12個月 未來6個36912月都有交易 那 時間關係 這部分 就不說了 那 今天就 說了這麼多 如果大家 對我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可以發訊息 或Facebook 問我 下一個PowerPoint 那 時間交給Marco 謝謝皮亞絲 我先問一下問題 剛才你提及過 美國近期的經濟數據 都叫做英俊 再加上有多些聯儲局 官員出來去放益 美匯 上個月尾很強勢 但近幾天就回來 究竟是甚麼原因 純粹上 略為匯一回套 還是因為債務談判 談判 所以 避險的需求 所以借掉了 調整 我覺得反而是 去到104 是我之前 幾次都說 我自己覺得 是100至104 去到那個位置 你說再 很強 我覺得沒有太多因素 所以我覺得 去到差不多位置 就橫行的機會 繼續橫行 意思是 剛才聽你的口氣 就是 你都是傾向美國 未來會繼續加息 只不過是 6月加 7月加的問題 或者是加得比較慢一點 但是 雖然美國 會繼續加息 但是 美匯指數要繼續破頂 是有難度的 始終現在升了很多 一來 他的對手都加息 歐元都說會加息 英鎊也會繼續加息 大家的效果 我簡單來說 好像是offset 大家都會加息 我不是很強 你很弱 是大家都強 反而 我用例子 我剛才說的 日圓 日圓就是 他肯寬鬆貨幣政法 你很弱 他很強 自然 就會有一個 trend 但你說其他對手 加息 所以 美匯指數 相對性來說 影響很小 但是 過去那段時間 其實其他國家也會繼續加息 但美匯指數 為何可以繼續加息 那麼強 之前 上兩次 即是三月份 其實也是 息口好 在高位 市場是預視 接下來會減息 所以 已經炒了它 下來 現在開始 大家撇除了幻想 原來 美國的息率都會繼續在高位 然後又走回去 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區間 暫時 看不到會突破這個區間 如果聽你這樣說 反過來想 日圓 換了行長之後 其實都說明 是會繼續豐鬆 美匯指數 繼續 橫行 不要說強 日圓應該是保持弱的 是啊 相對來說 最明顯的趨勢 就是日圓 或者剛才說 用中國的預測 你去看澳洲字 澳洲字 也有一個明顯的趨勢 就是你可能只看美匯指數 它不走 但其實其他的配合可能會浴 這個可能是大家去研究的時候 可以這樣看的 你剛才有說過 其實你要看美匯指數 某程度上 應該先看歐元 因為佔比最重 你分析歐元 通常你又會 除了加息之外 你又會留意什麼因素 去判斷歐元強明弱 除了加息之外 另外就是 剛才歐洲 我們主要看實際的經濟數據 可能是 看看它的經濟活動 可能都是看傳統的 可以看PMI等等 另外 現在 剛才都提及過 最主要影響歐洲 就是打仗 打仗會不會有變化呢 會不會 剛才我說 如果它 完了 會不會利好呢 我覺得 我就偏向相信 會有利好的一個趨勢 暫時 我覺得 分析歐元 我就會這樣 這幾個比較重要 一些我會看 以前 經常說什麼 美元、日元、水浪 是避險貨幣 這個效應 其實慢慢 又好像又不多 其實會不會有 什麼原因 令到避險貨幣的效應 是越來越小呢 那個影響 有什麼原因令到避險貨幣的效應 我就不太分析到原因 但我覺得 你應該是時間到時間去看 好像黃金 你都說是避險的 是的 但為什麼 這兩年 很多時候 你說它避險 它沒有走 它反轉走走 市場在那時候 會不會批評它做避險資產 我想 可能是 這個危險出現的時候 你自己再去跟它 你都是跟那幾款 避險只有那幾款 那你就看哪一款是中 好像美債是避險 但不是美債是保持著跌 因為 加息比避險的錢更重要 同樣地 跟傳統的思維不一樣 反而 就是到時出現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哪一款 觀察 比你一來就聽到 有危險 馬上買黃金 好過是這樣的 否則 我覺得這幾年來講 其實應該都幾多 幾多貨幣的情況 整體來說 譬如你外幣有很多隻 通常你是怎樣 在這幾隻貨幣來說 就是step by step 去判斷 第一 我留意什麼數 第二 再 pick up 哪一隻是最強的 哪一隻是最著的 然後從而 你用CME的期貨產品 去拿好倉 或者做膽倉 就是step by step 你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最好當然是看一幅圖 因為圖就反映了一個趨勢 你看完之後 始終你對每個國家都有些認識 我開始說 每種國家的經濟組成都不一樣 好像歐洲 其實都叫外向型經濟 歐洲剛才現在沒有人說 歐債都是一個危機 歐洲債務都是高的 會不會有機會出現這些問題 它的國家出現什麼問題 好像土耳其 土耳其你拘捕 原來通常很強 衍生到它沒有外匯 你去分析土耳其你拘捕 你就會看 它的美金儲備有多少 那些就是 分析那個國家的一個重點 原來它不夠的時候 它自然會加息 但是加息都不夠貨幣貶值的速度快 這個是你的預測 這個就是你會跟著那個指標 不同時間都會有些東西 是trigger到它 當然剛才那些是很general的因素 就是問一定是 那些一定是對的 但是實際分析裡面 可能像澳洲字一樣 可能跟鐵價 剛才價錢有一個pattern 跟著澳洲 你去看澳洲的息率 你去看澳洲的樓價 最近就差一些 但是之前是很準的 你看到樓價裡面有壓力的話 之後他們的國家就會用 寬訴貨的政策去刺激化樓市 因為樓市很影響政策經濟 那部分你會刺激 我會觀察到原來跟澳洲市 又會有些負面影響 所以我覺得逐漬來說 很難說一個方法 所有 currency都pick 就像是在股票 間間公司也有些不同 難道同一個看法嗎 就是這樣 英鎊和加子 你見到比較少說 通常是看什麼因素 加子是簡單一點 加子是看石油價格走 當然不是完全跟逐 但是都很明顯 這段時間又降 加元是135、136 英鎊反而這段時間 比較少消息去做 可能現在都是看回 我想英鎊這段時間 用技術分析去分析 相對來說容易處理 因為實體的 經濟上的數據 和其他已發展國家 那個分別不是太大 反而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可能是 技術分析為主 可以操作到外匯 整體來說 我聽你所說的趨勢 其實你美匯指數 接下來都是傾向上落市區多 其實接下來其他的外幣 相對性 應該都是偏向橫行 格局比較大一點 很難會有一隻 很明顯強或者弱的路 除了一隻英鎊 是比較明顯弱 其他的其實都沒有什麼方向 沒錯 好啊 今集時間也差不多了 大約過三個星期後 我想是10日 下個星期六 大人先說 之後web seminar 大約三個星期後 三四個星期後 又會有新的一個集 跟大家繼續分析 如果有興趣 記得去我們公司 耀財政的網站 www.bsgroup.com.hk 那裡可以登記皮亞斯 或者其他嘉賓 包括我們的CEO Edmond 最新的分析 在下個星期六 在九龍總部的講座 行不行 好 今天說到這裡 多謝 拜拜 到時見 拜拜